時代廣場可以說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商場,亦是銅鑼灣的地標 不過近期在網上的討論區,有網民就說時代廣場已變成為止 天文還撥上一張星七日星期六下午在時代廣場拍的照片 相片中人流稀少得少三四隻,引起網民的異烈討論 我們的記者星期六下午來到時代廣場視察,商場的中庭和扶手電梯 雖然未像網上相片般水盡鵝飛,但的確不算多人 人類都遠遠不及隔離的犧牲廣場 而在地面的公共空間,就不少人在時代門外再追,在大電視下等朋友 它不夠特別,我要找一些東西,特別是香港這個地區 如果我要去買電器的東西,我不如去電腦城 我如果要去買遊戲,我可以去1008 那其實,說真的,它沒有什麼competitive 再加上,比它的mall也好很多 你給我選擇,我會走IFC或者BV 可能時代是適合一些有錢人走很多名牌 但TOP可能比較便宜 年輕人就喜歡去旺角攜廣素街 這個內地旅客行員目標的鞋舖 找不到想買的波鞋,都沒有多留一會兒 打上去M9博物館欣賞展覽 香港現在吸引力沒有以前那麼強 就是以前可能大陸有很多東西,不如過來買鞋 買什麼都比較便宜 現在有很多海淘,或者自己出國買 沒有什麼事不會來 沒有什麼事不會來的 好哪些人 沒有什麼事會選擇 我見到那裡小老毛 那天哪有很多時間 感谢观看